跟校长是我无相 这个我最早签环球的时候 多多少少跟校长有关系 那个时候有很多公司都给我打电话 就说我希望你能到北京来 我们可以合作 但实际上当时洪先生 当时的环球的这个中华区的那个老总 洪先生洪德先生直接从香港 还有带着这个台湾区的那个张先生 就是现在环球中华区的这个老总 直接就飞到新疆来了 来了之后呢当时我们聊 聊就当时他就说到太阳灵 就说到阿伦 他说阿伦现在还是在环球 阿伦很喜欢你 他说你看怎么怎么 我一听我说阿伦 我说哎那很好啊这个 我就对环球有了这么一种 就一下不形成 亲密感 拉近了一个距离 所以我就就我就说 就干脆签到环球 然后因为签约一试的时候呢 是当时环球是希望能够放在北京 或者是在香港 然后我当时我先持消息 我说我要放在新疆 因为我是从新疆走出来的 然后向上当时他们全部 就他们也带了 把香港的媒体全部带过来 然后向上当时也飞过来 飞到新疆 然后当时我去开的车去接他 就是跟他坐财富司机 走 向上当时也很感动 然后后来我去香港去的时候 环球十周年的飞跃经典演唱会的时候 向上也亲自开车 他亲自开车就是带我 然后带我去吃东西干嘛的 就特别好 唱你的歌可以赚钱 2004年的7月10日与9月10日 对于刀狼有着特殊的意义 7月10日北京工人体育馆 刀狼如期地站在电影石面 埋伏手印式的舞台上 并且没有像之前传说中那样 带着面具登场 一场与刀狼音乐 毫不相干的电影手印式 居然造成了刀狼出名之后的 第一次正式亮相 张艺谋向他伸出橄榄枝 在此之前 刀狼曾经表示拒绝 他说 张导 我不能去参加 我只是一个草根歌手 去了会给您丢人啊 可张艺谋却表示 你只管来 我相信你 于是刀狼低调来到现场 戴着帽子 把帽颜压得很低 完成自己的成名作 之后就离开了现场 也是在那一年 刀狼遭到了莫须有的抵制 两个月后的九月十日 刀狼依旧是一身军绿色衬衫 依旧头戴棒球帽 然而与之前不同的是 如今刀狼已经牵手全球 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 环球唱片了 当天谭永林的出席 更未发布会 天色不少 其实从今年年初的时候 大概三四月份 我就开始听到她的歌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每一天都在听她的歌 她的歌是很有地方的生产 很有即刻的风格 而且我认为她是 回国家最近十年来 难得一见的几位歌手机器 哇 这应该鼓掌吗 谢谢 这应该是来吧 所以今天我是代表 团求所有的歌手 其他歌手 来欢迎大伙伴我们的团求大家 谢谢 谢谢 这些人看起来 这些人有下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 有一个这个钻子 这个钻石的一个关系 他们说你钻石的那些不太一样 我现在这样的意义的这一块 待会就翻个幅度上去 就从这样一个 哦 那这 被成这首歌 是全世界最多的意思 他们其实 就是看重了这一点 音乐 他们看重了音乐 不是说是这个人 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新人 要包装成一个什么什么如何 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是因为现在已经有了 他觉得这个音乐是现成的 他觉得我可以拿出去 他推广的是音乐 因为他们是看着刀朗来的 如果我改变 因为我们经常会讲这样 会说这么一个笑话 对不对 人家买一个那个石头 它好像是一个天文仪一样的东西 最后 这个人说我出很高的价钱 最后这个人说 要不然我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 再卖给你 对不对 最后其实人家要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我相信这个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 对不对 因为他看重了可能是我身上的 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能够尽量保持我自己呢 我就保持我自己 如果签约环球 你有没有想象 在海外会去穿着神话 创作神话这个话 不是我们说的 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相信过 这是个神话 我觉得这个音乐 他们喜欢了 我觉得就各 在香槟酒和礼花中 刀朗收获了他在2004年的 又一个音乐硕果 在签约仪式第二天 刀朗便携手谭永林 走进天山一号 拍摄他签约环球唱片的第一首音乐电视 至此 刀朗的海外发行等筹备工作正式启动 从新疆破图到全国走红 再到海外发行 刀朗在一年之内完成了他在音乐上的三级跳 不知刀朗算不算2004年 华语乐坛上最有成绩的一位歌手 但相比许多大投入宣传 大成本制作 而却又销量频频的唱片来说 刀朗应该算是成功的 这次与刀朗合作真是非常机缘巧合的 而且这次合作也是我在今年最为成功的一件事 刀朗表面上沉默寡言 但其实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 而且为人一落前进 跟他的歌一样都是那么淳朴和真实 例如这次去新疆拍专辑的封面以及MV 他之前就跟我说 如果我来新疆 他会带我到新疆游玩 并且会亲自开车送我上天山 这些他后来都做到了 令我非常感动 他不像有些人戏值说不做的 这是与刀朗的合作 戏艺术上的合作 刀朗带给我的戏一种全新的演艺风格 令我的音乐有别之简 他将我的演艺风格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也令我的歌路拓宽了许多 这条片朗的这个歌呢 说实在是之前没有想法 是因为受了校长的邀约 谈校长说 他说 告诉我这首歌吧 然后我就把这事就挂在心上了 突然有一天我们吃饭 大家在聊天 这个呢 突然有个人说 哎你就是批得要批得了 不是说我 就是说 就是好像是男人之间的那种聊天 因为你好像某某 你干了些什么事 然后被你太太知道 都被开发被太太知道 等等 但是因为 什么话是这样聊的 因为但是我是 我有一个创作状态 所以我就觉得 哎 我说这个其实挺有意思 然后那天 刚好我是从广州 因为刚刚去完香港 我从广州 飞上海 当上海有活动 两个小时的飞机 我在上面写 我经纪人坐我旁边 我说你不要看我 因为我这个 可能是每一个 老写作的人 也好 就可能有一个习惯 就作品在没有成型之前 最害怕让人家看到 所以当时我说 你不要看我 他也好明白 他说我不看我不看 我就给空姐要了 就是两张纸 两张纸 一张纸写歌 一张纸写的旋律 就是从当时 那天把那个歌写了 这首歌我现在还要再一次谢谢你的 谢谢 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歌 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这首歌是刀囊写给我一首他近期最深爱的歌 这首歌是挑战我的极限的 因为歌词里面是很长很长的 而且重复的只有几个字而已 所以 我希望大家 是会喜欢这首歌 而且这首歌呢 我觉得是 近十年来 一首我认为是最有人性的歌 我 送给你们 披着羊皮的狼 2010年 刀狼受邀到香港 担任校长 再度感动演唱会嘉宾 特意创作了Alan永远的朋友这首歌 此歌只在这次演唱会上演唱过 可惜未在之后任何的唱片中收录 你的歌曲 伴随我多久 我的情意 就吹随你多久 可算 可算 唱到了世界的激动 你的声音 依然永存在着宇宙 你的歌声 伴随我多久 我的情意 就吹随我多久 就算 你 唱到了世界的激动 我 那 我 我 只认了自我 也 不 我 也不 我 也不 我 有 我 一 天长地久 爱与了永远的朋友 坚持的友谊 天长地久 爱与了永远的朋友 坚持的友谊 天长地久 永远 永远 永远